小杰 奇亚和比斯吉各自领取一个爆炸魔单打独斗 奇亚奇奇百出 比斯吉的显露真身顺利摆平了自己的对手 可是小杰却因为任性不愿意一计划行事 而失去了自己的一只手 另一只手也被甘叔炸得伤痕累累 连喉咙也被甘叔破壑了 不过因为终于给甘叔还以颜色 小杰总算是决定 按照比斯吉和奇亚的嘱咐 使用事先安排的作战计划们 小杰先用卡片变出了一个装满汽油的玻璃球 随后打碎玻璃球 将汽油撒在甘叔身上 这样一来 甘叔就无法使用一小佐火药了 但甘叔也不慎在意 他已经将小杰的声音毁掉 这样小杰就不能将奇卡书收回 自己可以为所欲为了 而他并不是只有一小佐火药这一个技能 最厉害的其实还是生命之音 在对方的身上安装定时炸弹 那炸弹的威力是一小佐火药的十倍 根本不是小杰的念能力能够防御的 甘叔在小杰面前念出生命之音的条件 这万事俱备就要干掉小杰的时候 小杰就突然开始聚气 他如同一个小太阳一样 散发着金色的光芒 他要使出迄今为止最强的绝招了 小杰慢慢念出剪刀石头布 并举起拳头 甘叔下的全身做好防御准备 却不了小杰的拳头没有打在他身上 而是垂在脚下的土地上 地面瞬间塌陷 小杰和甘叔掉入了一个很深的大洞里 这洞壁十分光滑平整 下面还支撑着不少木头 看样子这个陷阱是早就准备好的了 虽然陷阱能困住甘叔 但小杰应该也很难逃脱吧 然而甘叔左右环顾寻找小杰的身影 却发现小杰好像消失了 这时小杰沙哑的声音在甘叔身后响起 他回头发现自己身后还有一个通道 小杰就站在通道口 恶狠狠地看着自己 小杰将一张卡片扔向天空 然后在心里计算着倒计石 这一分钟的倒计石 他练过千百遍 早已经十分熟悉 于是随即 一个巨大的石块从天而降 向着甘叔砸来 石块的大小与陷阱的大小 几乎严丝合缝 甘叔虽然没被砸死 可也被巨石牢牢地禁锢住了 已经没有任何空间躲避了 小杰就趁着这个机会再次运气 当初奇亚就质疑过小杰 这个必杀戡独挑时间太长 要是敌人跑了怎么办 所以现在他们就弄了一个陷阱 把敌人控制住 这样他就没地方跑了 只能踏踏实实地接受小杰的一次重击 甘叔终于被打得晕了过去 小杰他们的陷阱还留有一个出口 他将甘叔从出口拖了出去 而等甘叔醒来的时候 发现自己已经被捆得跟粽子差不多了 两个好兄弟粽子纱布和粽子芭拉 正躺在他的左右 果然一家人就是要整整齐齐 看着兄弟们伤痕累累的模样 甘叔几乎没有犹豫 就交出了自己所有的卡 他只有一个条件 那就是小杰等人必须将兄弟们的伤治好 只是可恨他们杀了那么多人 难道就这样算了吗 奇亚还说 自己本来也是这么打算的 其实在决斗开始之前 他就准备好复制的六人份的大天使治疗卡 这样不管谁受伤 都有足够的卡片治疗 也难怪小杰对自己的身体毫不爱惜 原来是因为有了坚强的后盾呢 只见奇亚他们先叫出了一张大天使 圣洁美丽的大天使出来后吹出一口气 小杰的喉咙一下就能说话了 被炸毁的左手 也神奇般的长了出来 只能说这天使真的是有起死回生的效果 难怪巴特拉想要用他来治疗自己的爱人呢 第二张大天使 小杰用来治疗巴拉的伤势 而就在彼斯基要使用第三张大天使 给奇亚治疗的时候 系统突然提示说 大天使已经到达卡片化限术上限 复制的卡将被破坏 然后那张卡就消失了 彼斯基一脸懵逼 我做了什么 为什么会这样 是我的错吗 真是我害的吗 这里突然联想到了盟女壮士 反差太大 不忍直视呀 奇亚意识到 是果裂奴在幕后做了手脚 大概是用复制或者拟态造成的 那样的话 如果我们使用了两张大天使 他们的兑换券也会有两张变成大天使的 这时果裂奴发来消息 他已经知道小杰等人平安取胜了 因为他一直在关注小杰等人卡片的变化 发现他们在使用大天使 就知道这是打完了 果裂奴赶到小杰等人身边 看着伤痕累累 躺在地上的干梳和纱布 他觉得十分解气 而让他拿出大天使 给这两人治疗是万万不可的 他问小杰和奇亚 难道你们忘记了这些人 杀了数十个玩家了吗 这样的恶人 怎么可能为他们治伤 不杀了他们 就算人死了好吗 奇亚于是询问果裂奴 要是给我智商的话 你愿意吗 果裂奴表示那是自然 然而奇亚却因此说 可是你知道吗 我杀的人比爆炸魔多多了 严格来说 爆炸魔杀的还都是这个游戏的玩家 能进入这个游戏的人 基本都抱着以命换财富的心 条件允许 他们也会杀人强侃 也都有被杀的心理准备 奇亚表示 自己杀的有很多却是无辜的人 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要被杀 所以自己比爆炸魔更加十恶不赦 然而果裂奴还是认为不对 他觉得奇亚跟甘淑这些人不一样 他欣赏奇亚的坦坦荡荡 也讨厌爆炸魔的残忍猥琐 这是情感问题 不是理智问题 奇亚于是也不知道该说啥好了 还是比斯吉说话 在战斗开始之前 大家其实就约定了 无论到时候受伤的人是谁 胜利的一方都要给失败的一方疗伤 不管爆炸魔他们怎么做 但君子一言计出 四马难追 他们还是应该依照约定做事 小杰随机竟拿出了一张大天使的原始卡 他只能让奇亚再等一等了 按照约定 他要先给爆炸魔制伤 没准的纱布说 让小杰先给甘淑制伤 自己还死不了 可甘淑却不能等了 看来这几个爆炸魔之间的感情确实很好 小杰使用了大天使的原始卡 甘淑的伤瞬间就好了 然后奇亚和小杰打算去魔法都市 再找一些大天使卡过来 果裂奴真是败给了这几个孩子 只能不情不愿地拿出自己的大天使 这样一来 三个爆炸魔和奇亚以及小杰的伤 就全都被治愈了 果裂奴说 其实自己来找小杰他们就是为了送卡的 因为绝自绝拉他们退出游戏前 把卡委托自己全部交给小杰和奇亚处置 现在巴特拉先生已经不打算再找人通关游戏了 决定直接把500亿奖金都给绝自绝拉他们 绝自绝拉决定分给果裂奴40亿 而果裂奴打算将40亿平分 趴跟小杰 奇亚和比斯吉一人10亿 比斯吉感动得热烈盈眶 虽然果裂奴长得不是他喜欢的类型 可在这么多钱面前 比斯吉也打算改变一下审美标准 勉为其难地喜欢一下果裂奴 眼下算上爆炸膜和绝自绝拉的卡 小杰他们终于集齐了99张指定口袋卡片 果裂奴十分期待他们将卡片全都放到极卡书里 会发生什么事情 传说中集齐99张指定口袋卡 会自动召唤出零号卡 只是从来没有人见过罢了 当小杰和奇亚将所有卡片都放在极卡书上 没想到系统声音竟在整个贪婪之道回响 表示因为有人集齐了99张指定口袋卡片 所以接下来 全都是关于指定口袋卡的问题 证据率最高的玩家就可以获得零号卡 和统治者的祝福作为奖品 听到这个消息 很多玩家纷纷来到了小杰和奇亚的身边 三个孩子立即警觉起来 难道大家想趁乱抢夺他们手里的卡吗 却不了大家纷纷表示 我们已经不想抢卡了 只是如果他们答题成绩好 得到零号卡的话 就想卖给小杰他们 反正小杰他们通关游戏能得到500亿 分他们5%也算是公平合理 看来大家都不知道 巴特拉已经不想支持游戏玩家了 不过无所谓 既然已经到了这个地步 那大家就开心地享受游戏乐趣吧 比斯基看着月月欲试的奇亚和小杰 不由地叹息 别人进入贪婪之岛是九死一生 只有这俩孩子 是真的在认认真真地玩游戏通关呢 而就在这时 一个满身缠满衣服 只露出眼睛的人走过来 触摸甘树 说抓住爆炸膜了 一阵清烟生气 他身上的炸弹终于解除 甘树十分诧异 之前那些定时炸弹 应该都引爆了才对 怎么还有漏网之余呢 这个人其实就是雏念师黑哥 只不过既然念能除去 为什么他还要通过这种方式 来清除炸弹呢 难道是为了让他那条恶心的大虫子消失吗 很快系统开始出题 第一题就是一片的海岸线 透露关键信息的人叫什么名字 偏偏还是五选一 奇亚一脸懵逼 他根本不记得那个人的名字呀 而就连亲身经历过的奇亚都不知道答案 其他根本不知道一片的海岸线 是从何而来的玩家 更是不可能知道了 答案又是五选一 就算蒙也很难选中正确答案 第二题是关于六号卡 问九只永泉四周开的花是什么颜色 一道道题说出来 大学渣奇亚简直焦头烂额 这些莫知细节 他真的从来没有留意过 在奇亚的心里 他只想直奔主题 从来不会留意周围的风景 看样子出题人明显是 希望大家可以享受游戏 在做任务的同时 也能注意到这个世界的一切美好 只有符合这个标准的玩家 才能得到零号卡片 最后考试终于结束 所有人都长出一口气 现在大家都在紧张地等待着 系统公布最高分得主的名字了 没想到最高分的玩家 在满分100分的答卷里 得到了87分 他就是小鞋 这消息一公布 所有人都释然了 小鞋这个有史以来 第一个通关的玩家 果然实至名归 他才是认认真真在玩游戏 勤勤恳恳感受游戏设计者的 每一个小心思 只有这样的玩家 才能在最后的变态考试中 拿到最高分 如果叔一开始知道 小鞋得到了99张指定口袋卡 大家可能还有嫉妒 有不甘 觉得只是运气使然 现在这个考试结束后 大家对小鞋的态度 就只剩心服口服了 这时 一只鸟送来了 小岛统治者的邀请函 让小鞋一个人去城堡见他 大家正要向城堡进发的时候 突然 两个人传送到了小鞋等人面前 这俩人居然想跟小鞋他们较量一番 也不知道到底是谁给他们的勇气 小鞋一下就等两人KO了 还夺走了他们的同行卡 然后小鞋一行人 就赶去了城堡附近 眼看着孩子们远去的背影 雏念师也拿出卡片去见西索 既然通关的奖金他赚不到了 就只能用雏念 来赚幻影旅团的钱了 雏念师随即解除伪装 他果然就是跟小鞋他们 一起进入游戏的黑哥 小鞋独自一人进入城堡 见到了一名十分漂亮的金发少年 少年将小鞋带到了一个 神秘的屋子门外 他缓缓打开门 小鞋十分期待地看向屋里 这里的小岛统治者 会是什么样子呢 小鞋幻想了很多 可万万没想到 门打开里面的世界 竟然是一个垃圾场 到处堆满了吃剩的食物残渣 和可疑的纸团 一个不修蝙蝠的鸟窝头男人 正坐在垃圾里面打电玩 看到小鞋来了 鸟窝头赶紧在脚边 踢出一个地方 让小鞋坐下 他先拿出统治者的祝福 这张卡给小鞋 这是答题最高分的奖励 奖品就是一座城堡 和人口一万的一座城 从此以后 小鞋就是这座城的国王 可以制定法律和政令 随后鸟窝头又在垃圾堆里 翻出一个盒子 小鞋打开盒子 发现是三张卡片的卡凿 鸟窝头表示 小鞋可以从100张 指定口袋卡片中挑选三张 放进这个盒子里 这样这三张卡片 都能带回现实使用了 正事说完之后 金发少年跟小鞋介绍了 他和鸟窝头 少年名叫里斯特 而鸟窝头名叫多温 他们都是这个游戏的制作者之一 这个游戏是金和他们共同完成的 除了他们 小鞋已经见过的游戏制作者 有雷扎 还有宣读游戏规则的系统女孩 爱丽娜和伊达 他们是一对双包单 小鞋十分惊讶 他完全无法分辨 之前给自己讲规则的系统女孩 究竟是姐姐还是妹妹 里斯特说 贪婪制造的名字 其实是他们几个制作者 名字首字母组成的 因为金是最高负责人 所以就以金的名字 做了开头 多温随即还讲起了一些 自己跟小鞋父亲的趣事 与其说是讲趣事 不如说是被金欺负了多年的人 再跟金的儿子抱怨吐苦水 只是苦水吐得太好笑 把小杰和里斯特斗得忍俊不禁 也让小杰更加想见到金了 晚上 岛上有盛大的庆典 小杰 奇亚和比斯基 坐在花车上全程巡游 接受大家的祝贺 不过这时小杰发了愁 如何从一百张卡中挑出三张呢 奇亚觉得 反正他们现在正好是三个人 所以一人挑一张最为公平 比斯基自然要挑蓝色行星 毕竟他就是冲着这张卡 才来参加游戏的 别忘了 比斯基可是一个出色的宝石猎人 然后就是小杰和奇亚挑选卡片了 小杰随即挑好了自己想要的卡片 比斯基一看就懵了 为什么要挑选这张卡呢 奇亚却明白了小杰背后的深意 因此还特别配合小杰 也挑了一张卡 比斯基真是招奇啊 这俩臭小孩 怎么还学会在他面前卖关子了呢 第二天 小杰带着自己的吉卡书 来到了系统女孩处 小杰最后选择的三张卡分别是 一平的海岸线 蓝色星球和圣骑士的项链 一切手续都弄完的小杰还没有真实感 难道这就是游戏通关了吗 比斯基迫不及待地拿来了蓝色星球 将卡片变成了宝石 那宝石拦得深邃神秘 里面流转的点点光辉 仿佛蕴藏着整个星河 果然是美不胜收 而比斯基并不理解 小杰和奇亚为何会选择一平的海岸线 以及圣骑士的项链 小杰没有解释 他戴上圣骑士的项链 然后拿出了那张海岸线的卡 没想到一平的海岸线 居然变成了铜形 原来他们之前用拟钛 将铜形卡变成了铜形线 将它假扮成指定口袋卡带了出来 现在戴上项链 就能将其变回原状了 他们一番操作猛如虎 就是为了将非指定口袋的卡带出来 其实小杰之所以这么做 是因为小杰是他们那批人里 第一个进入游戏的 第二个进入游戏的是果烈奴 可小杰在调查自己极卡书 遇到玩家名单的时候 却在果烈奴前面发现还有一个人 那个人名叫尼古 尼古的名字拼写是恩爱忌忌 而金的名字拼写是忌爱恩忌 所以他觉得尼古 就是金将自己的名字改写了 或许是自己还是婴儿的时候 就跟金一起来过贪婪之岛吧 所以小杰不顾一切 也要带一张铜形出来 就是为了去见父亲 比斯基对小杰也是十分佩服 他觉得这孩子 能完全无视所有各种的卡 全心全意地去追寻父亲 这或许也是金给儿子的一个考验吧 比斯基问小杰 如果有一天见到父亲了 他首先打算做什么 小杰说 当然是把奇亚介绍给他了 儿子带着心爱的人来见你了 这画面一定很劲爆 于是两个孩子跟比斯基告别 一起使用铜形传送到尼古那里 一到闪光 小杰和奇亚来到了一个繁花盛开的河边 一个男人正坐在河边钓鱼 他感觉到有人已经来了 缓缓回过头 小杰内心已经十分激动 或许这一次 自己终于能找到爸爸了吧 然而他不知道 接下来更是一段超惊险的旅程啊 我是黑白 下期见